對啊 你躲什麼不要躲嘛 躲在幹嘛 見我的人啊 住戶指著管委會大罵 因為大樓磁磚砸到隔壁林宅 管委會居然只想躲起來 9月3號晚間 颱風橫掃高雄 後天做的玻璃窗 居然被砸破大洞 窗戶碎玻璃灑滿地 連外面遮雨棚都遭殃 鐵片被砸彎 凶器居然是大樓磁磚 屋主用垃圾袋跟膠帶 客難黏窗 但風雨狂噴 根本無法住人 我們這雨棚破掉嘛 然後窗的玻璃破掉 屋內的電視 音響 然後可能PS4 我不知道到底有沒有領到 反正就是基本上 只要窗戶破掉 那個雨潑進來 我們的電視櫃那邊 全部基本上都是淋濕的 釀貨的就是隔壁大樓 管委會一開始承諾 請屋主到外面住宿 會幫忙報銷餐費 事後卻疑似用誤餐費敷衍 屋主氣炸了 指控管委會互相踢皮球 連里長要協調也找不到人 目前還找不到 他們的委員會的主委 所以還沒有辦法跟他做聯名 那你們監視委員 你們就要出來吧 不然你們全委員做什麼 全力抓他手上 事件曝光網友狂酸 一直踢皮球很氣人 人家只想省錢 甚至說可以去提告 有關我們管委會 需要負的責任 我們不會逃脫 瓷磚掉落 危害他人安全的情勢發生 則會因此負上民事及刑事責任 大樓瓷磚砸毀民宅窗戶 暴雨讓家具電器 都受損 這下賠償事宜可得妥善處理 記者金獻中 郭怡貞高雄報導